园区内明明在办活动却大门深锁 苗栗愿离火炎山乐园 假日就是这样子 信徒会到这里供修 全冲着青海无上师而来 但供修却出了意外 堆高机压死人 发生在上个月29号 一台堆高机在园区内施工 牙叉载了战板 两名男信徒就站在战板上 结果下坡处重心不稳翻覆 其中一名57岁男信徒 头颅当场碎裂 下坡的时候 他说太快无法刹车 所以就翻车 消防到场时人已经死亡 外船会来不及救 有内情 供修一次不能带手机 才会没人有电话能打119 甚至有传言 得先请示青海无上师 他同意了才能求助 当场就叫人 报料者讲的说 要经过师傅同意才叫 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 园区业者否认延误求救 只是因为一场意外 让青海无上师的道场意外曝光 地方盛传青海无上师用将近20亿元 买下火岩山温泉乐园的土地 重启炉灶 整地吸收信徒 不过原方对外不承认 只说是去年12月 已经被三四名企业家合资购买 传言那三四名出钱的金主 都是青海的信徒 对外是说租给青海办活动 但收不收租金不得而知 既然大家还不了解自己是否 我看你们都是否 青海似乎对苗里情有独钟 20多年前就在西湖设过道场 当时还住在人工山洞里 但争议不断 他一度远走国外 沉寂多年后又悄悄回到苗里 结果因为信徒公安意外死亡 青海无上师重启炉灶 才又曝光 记者综合报道